据日本政府19日公布的推算数字显示,6月访日游客再创新高达到约314万人次,较去年同月增长51.2%,创下单月最高纪录,也是单月连续第四个月访客突破300万。 同时2024年上半年即1至6月,访日外国人数累计约为1778万人次,也创下了上半年度访日游客的最高数字。 汇总一下今年上半年的访客数据,非常明显的现象就是一直在增长。 按照这个趋势下去,日本政府认为全年有望达到3500万人次,今年1月至6月期间外国人在日消费金额约为3.9万亿日元,将2019年同期增长1.6倍。 如果全年访日游客人数达到3500万人次,按目前的人均消费推算。 2024年访日游客的年销费额将达到3500万人次,